任健鋒先生 多謝主席 我覺得陳議員是如此無恥地去扭曲我的說話 是一種很有失身份的行為 剛才也聽到有一些法律界人士說 現在不說法律了 只是說說洗完澡你對鏡子問一下自己 希望大家可以拿個良心說一些真話 我想問的是 如果我們講政制的發展 講選舉、講民主 我們不講法律 你從何談起呢 如果我們不能夠依法、依規 來制定一套未來的民主發展的制度 你是不是可以憑空地想出一套東西 然後你喜歡怎樣都可以呢 我相信香港市民大多數、絕大多數 都是認同香港這個法治社會 是需要每一件事都要依法依規地去做的 是否可以特區政府不理法律的規定 不理基本法的規定 然後自己去制定一些政策 或者中央政府是否可以不理基本法的規定呢 就去為香港去做一些事情呢 這個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為我講的是說 我講的很簡單的就是說 是法律的東西已經在外面講過 如果你說我不講法律的話 說我們法政會司不講法律的話 我們出了份成20版紙的法律意見書 不見你們看下不見你們聽下 現在是誰在圍憲 是誰在落一個圍憲的框架 就是人大常委 為何你不去說人大常委違法違憲呢 這些是否叫做雙重標準呢 還有我想至於你說蔣小姐那方面 蔣議員那方面 就是我尊重他的看法 我唯一可以說的就是蔣議員 你是活在一個平衡時空 多謝各位 好了下位了 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